大家好,我是大康 本期视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超高分巡影侦探剧 摩斯探长前传系列的第15案 病房 这天星辰,警方接到报案 一个名叫艾米瑞独居老人 在家中已经死亡超过3天 法医根据案发现场并无打斗 以及中毒的迹象推断 死者应该是死于中风或者是心脏病 负责调查这些案件的警员摩斯注意到 地上有破碎的盘子 通过拼盒,摩斯拼出了两个盘子 也就是说,独居的死者 案发时很有可能招待了客人 或者是准备招待客人 因此,日清命案还存在着他杀的可能 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另外一边,任正四哥的斯斯提督查 正在向布莱特局长汇报 他的线人,前黑帮组织 克里昂家族的成员灰狼 因病从监狱转移到了纽津医院 由于灰狼愿意出听指控 克里昂家族的犯罪勾当 所以必然会引起克里昂家族的报复 因此,四哥请求警局增派人手 保护灰狼 就在警局人手严重不足的时候 布莱特局长也倒下了 他得了急性懒尾炎 被送去了牛津医院 该灰狼成了病友 统一病房的病号老金告诉摩斯 灰狼的10号病床非常晦气 最近几周已经死了三个病人 如果警方想要灰狼 安然地回到监狱 就必须给他换张病床 护士长打断了老金神神道道道的说辞 而摩斯的注意力 也被身旁经过的一个中年女性吸引 这个人正是摩斯前女友的母亲 祖安 祖安一直看不起摩斯 这次见到摩斯 也不敢以往嘲讽摩斯的腔调 他告诉摩斯 自己的女儿 已经嫁给了一个很有前途的人 同时他还嘲笑摩斯 混了这么多年 竟然还是个片尔景 其实 摩斯早已放下了过去那段感情 却没想到祖安 对他依然不留口德 之后 摩斯请去询问死者 艾米丽的女儿 得日艾米丽死前 因丈夫在医院病逝后 医院并没能如数 归还她丈夫的财物 而与牛津医院起了纠纷 而且艾米丽的丈夫 正是死在了10号病床 对此 摩斯询问了护士长特雷莎修女 得日医院过去 偶尔也会发生失窃案 但都是病人间的偷窃行为 跟医院的职工无关 修女表示 此前艾米丽所要她丈夫的财物 院方也高度重视 但调查后发现 艾米丽指控医院 偷了她丈夫的财物并不属实 这个案子 远方后来也交给了警方处理 之后 摩斯又询问了医院的小护士 也得到了类似的回应 小护士强调 如果他们医护人员 真的那么贪财 脱病人的财物的话 绝不会选择 从事这份救死扶伤的工作 晚上 摩斯和四哥被安排 去医院保护灰狼 却壮念了克里昂家族 派来暗杀灰狼的杀手 一番枪战追击后 虽然摩斯没有抓住杀手 但却记住了杀手的模样 以及逃跑时的车牌号 之后四哥根据手上掌握到的线索 从一名黑道边缘人物口中得知 杀手在道上有个外号 叫做苏格兰绿帽 不过并没有人知道 此人的真实姓名 只知道他是五星杀手 另外一边 摩斯在医院遇到了他的亲女友黑妹 并从黑妹口中打听到了 10号病床的死亡率 确实比其他病床要高得多 很多病情已经好转的人 一旦住上10号病床 病情也会突然恶化 院里有传言 是院长老了 手术做得不太成功 另外一边 四哥的女儿阿琼 离家出走两多月 音讯全无 四哥和四嫂 也很为他们的女儿担心 摩斯根据之前 阿琼打来的一通电话 调查到了阿琼的住所 摩斯建议阿琼 向家里报个平安 也希望阿琼 可以接受他的爱 但这两样 却遭到了阿琼的拒绝 阿琼依然没有走出 之前银行抢离案的阴影 他认为是他的行为 以及身为四哥女儿的身份 害死了他的银行同事 随后 摩斯在阿琼的房间中 察觉到了有男人 生活过的痕迹 意识到阿琼 已经有了新恋情的摩斯 最终选择尊重阿琼的决定 带着不舍与无奈 离开了阿琼的住所 第二天 虽然医院有警力保护 但灰狼还是不可避免的 遭遇杀害 遇害时 他的手中还握有一朵白花 四哥推测 是五星杀手苏格兰绿帽 暗杀了灰狼 但随后 警员真爱将在街角 一处废弃的轿车后备箱中 发现了苏格兰绿帽的尸体 以便推翻了四哥 对于案件的推断 显然五星杀手 是因为之前 没能完成对灰狼的暗杀 而遭到黑道的灭口 而灰狼的遇害 也一定另有玄机 摩斯询问灰狼的 属治医生 报医生 得知半夜三点的时候 医生想让护士 给灰狼出售了镇定剂 对此护士表示 当时灰狼伤口疼得厉害 他们去找报医生 逐年离开了大概十分钟 摩斯认为 既然灰狼不是黑帮杀害 那么一定是 与灰狼有仇怨的人 犯下了命案 于是摩斯以此作为进入点 很快查到 当年灰狼抢劫时 曾致使一名女性瘫痪 而这名女性的前夫 正是这家医院的义工 摩斯请约质问义工 但义工却尽决否认 是他杀害了灰狼 义工表示 他与前妻离婚 是因为前妻红性出强 他又怎么可能 在为前妻杀人呢 之后报医生 主动找到了摩斯 表示灰狼的死 很有可能 是因为院长的手术失败导致的 因为院长最近身体出现了异样 手抖得很厉害 很难保证手术能否成功 对此院长表示 灰狼术后恢复得很好 手术也很成功 绝不可能死于医疗事故 于是警方对灰狼进行了尸检 并在死者臀部发现了一个真眼 经检验死者是死于 胰岛素注射过量 摩斯调查发现 过去半年 10号病床已经死了9人 而且全部都是报医师的病人 会不会是院长担心 报医生总是觊觎他院长的位置 而故意陷害报医生呢 不过摩斯转念一想 灰狼遇害时 院长并不在医院 似乎也没有犯案的可能 之后 摩斯在死者艾米丽的尿容中 发现了一封信件 机器人是一个署名MK的人 信中 机器人表示 他很清楚艾米丽与医院的纠纷 希望与时间详谈 而与此同时 警方也查到 15年前 报医生曾被指控 疏忽职守 导致一个名叫 莫莉基男的女童死亡 当时正是护士上 证明了报医生的清白 才对于让报医生 免于被处罚 下午 警方在报医生的医务中 找到了艾米丽丈夫 丢失的财物 而报医生 虽然否认偷窃 但还是因为盗窃罪 遭到了逮捕 之后 法医又检查了几具 10号病床病逝的尸体 发现他们都是死于 胰岛素出射过量 摩斯认为 凶手的发现动机 已经非常的明显 而他通过排除法 也推理出了凶手的身份 摩斯表示 从15年前 报医生因疏忽职守 导致一名叫做 莫莉基男的女童死亡 到如今 署名MK的人 急信给死者艾米丽 让他不得不推测 12病床发生的多起谋杀案 应该都是凶手 为了替莫莉基男报仇 让报医生身败名裂 而犯下的命案 由于院长 没有伤害灰狼的时机 义工没有发案的动机 而报医生和护士长 又是本案被凶手针略的对象 所以可能具备 发案动机和时机的人 就只有医院的小护士 于是摩斯 主动调查他小护士的背景 发现小护士 现在就是莫莉基男的堂姐 摩斯认为 偷窃病人的财物 才让给报医生的人 应该就是小护士 而他为了报仇 不惜杀害这么多无辜的人 也反映了小护士 是个极端扭曲危险的人 如今 报医生已经被陷害坐牢 当年替报医生 摆脱被指控的护士长 无一处在了危险之中 于是摩斯赶去了医院 果然看到小护士 在算杀害护士长 原来当年 报医生因为忙着 与护士长玩办公室play 而没能及时 就是小护士的堂妹 事后护士长 又为报医生做伪证 让报医生摆脱被处罚 因此小护士才会对这二人 实施报复 摩斯表示 小护士即便要报仇 也不应该对无辜的人下手 小护士表示 如果只是杀害报医生 恐怕太便宜他了 然而报医生身败名裂 成为病患口中的佣医 才是他的目的 摩斯逮捕了小护士 并从小护士口中得知 就在刚刚 布莱特局长 也被小护士注射了 光量的胰岛素 清醒的是 最终抢救急时 布莱特局长捡回了一条命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顺便向大家预告一下 经过多年奋斗的 飘景摩斯 将会在下一集升职探长 如果屏幕前的您 想继续观看 这个系列视频的解说的话 就在公屏上 打上想看而字 点赞收过5000 这个系列的视频 我还会继续为大家解说 还请大家多互动支持 敬请期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